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1拳角色强度最新排行榜 长离T0预定 输出上榜三人 长驻黑马在其中 明朝,1.1版10年周活动奖励又来了 长离四种特效形态 经验全场,明朝,太猛了 南下韩国612最高宝座 海卫收入占比高达80% 评级以游之力极进全球收入第七 明朝下半卡池即将开放 那么各位漂泊者 对于下半卡池开放的长离 会不会抽呢 长离出来之后 不久就会迎来明朝1.2版本的更新 那本期就给大家带来 1.1版本的角色强度 一起来看看吧 维里奈作为唯一的五星奶妈 不光可以恢复队友血量 还可以为全体队友提供伤害加成 虽然白子也是一位奶妈 但毕竟不是五星奶妈 只要不是再出一位五星的奶妈角色 就不会威胁到维里奈的地位 经骑作为1.1上半卡池的想定角色 强度真的很高 超强的爆发伤害 还会为队友增加全属性伤害 经骑还以个人能力 把几个四星角色拉到了 他们本不能达到的高度 继言也是一位老牌战神了 1.0版本最强的主C 虽然已经进入了1.1版本 有惊喜压在继言的头上 但是继言的强度还是依然可怕 现在还没有可以替代继言的角色出现 安可这个排在T0是完全没想到了 安可虽然是火龙属性队伍的主C 但是也从来没有被排在T0过 但是现在常理马上出来了 常理作为火属性的-C 可以给安可提供高额的火龙属性伤害加成 足以让安可挺进T0 常理火龙属性的角色 可以说是火龙队伍的专属-C角色 可以为主C提供高额的火属性加成伤害 按主作为游戏里的主角 在前期虽然强度不是很高 但是在做完剧情任务 获得湮灭属性后 强度大大提升 而且手感也非常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漂泊者观看 回音盈域七天限时活动 在活动期间完成模拟领域和凝数领域的挑战 消耗40结晶波片 可获得双倍奖励 具体奖励包括角色升级经验 被逼武器升级经验角色突破材料 角色技能加点材料和武器突破材料 通过该活动基本上弥补了 培养金兮所消耗的道具材料 1.1版本下半场的长黎卡池上线时间为7月22日 长黎卡池的陪跑四星角色 分别为陶琪、白纸和莫特匪 之前在承销山剧情试玩过后 长黎的四种特效形态 惊艳到了许多玩家 准备抽长黎的漂泊者应该会很多 然后另一个大雷角色陶琪 拍一到三为关键命座 三命可延长盘岩互币至30秒 淘气用来娱乐练弹刀 非常好玩 在7月20日现实活动仿生战略 根据活动说明可以得知该玩法 应该是玩家 获得特殊争议变成地区BOSS来完成挑战 该活动可获得500新生 在7月25日现实活动 屋屋企划 玩家完成屋屋企划的指定任务 获得屋屋邮币 通过消耗屋屋邮币来旋转游地赚盘奖励 只要按时完成活动指定的任务 活动的奖励应该都是能拿满的 共有5抽加400新生 加上之前的500新生 通过1.1版本下半场的活动 又能拿到10连抽奖励 林克玩家表示 抽长离又近了一步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支持 知道明朝猛 但真没想过会那么猛 6月份全球游戏流水统计出炉了 看完整个统计之后 真的有点让人意外 特别是明朝在海外的流水表现 这下真的是走出国门 布局全球了 下面就一起看一下 6月份的明朝全球流水统计的具体表现 注意 以下来源Sensor Tower的公布数据 聊2024年6月 中国手游发行商 在全球App Store Google Play的收入 Top 100名单 并详细列出Top 30的排名情况 住 榜单仅统计发行商收入 且不包括中国地区第三方安卓渠道 众所周知 目前国内二游市场比较特殊 各种竞争非常激烈 各种圈子不断形成 所以想要在国内杀出一条血路来 非常不容易 明朝开服 至今一直备受关注 终于是在1.1版本迎来了一个大发展 不仅仅是剧情流水方面 也是表现优异 特别是在韩国市场 明朝游戏 位列6月手游畅销榜第5名 超越了Solo Leveling Rise 成为了收入最高的二次元手游 根据公布的信息来看 明朝6月来自海外市场的收入占比 已经超过80% 这样的结果是真的没有想到 6月份可以说是完全拿下 韩国二次元手游市场了 而海外高达80%的收入占比 也是相当吃惊 没想到在海外明朝 是如此的火爆 正是因为这样的成绩 使得发行商酷弱 游戏收入环比增长106% 排名前进11位 1月成为中国手游发行商收入榜 全球第7名 全球发行商收入榜第24名 可以说是完全凭借明朝 一己之力打出了名声了 这一仗可以说非常漂亮 当然熟悉的老玩家还知道有战霜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大部分流水都是明朝带来的 那么多了 无论的老玩家还知道有战霜 你过去吧 那么多了 你快点灯吧 我走开吧